我们都想都想不到 年轻一代又需要父母来帮他们决定婚姻 我们想不到的 绝对想不到 我就是这个 我说我们那个时候 有时候让父母给你介绍个对象 那不太掉价了 对 疯了 帮我叫杯威士忌好吗 哦 到了那个程度了 我想喝杯酒 太开心 就是我听起来很奇怪 你一个时间感的变化 怎么会导致出一种婚姻感的变化 但是人的行为就是这样的 他对总体生活的感知 他会发生一种变化 所以他就会对婚姻 会对家庭会有新的理解 对 我们为什么 当时就我们读书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那种能力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种自信 我们能够在附近 构造出一种爱的关系来 对吧 在一个单位也好 或者说哪怕是在一个公共汽车上 相遇 碰见的也好 就有这种自信去构造 但现在我们好像丧失了这种能力 这种自信 觉得能够构造出一种 能够互相信任的关系 所以就越来越拿这种 超社会的生物关系 就去作为一个意义的基础 一个是生物关系 再一个是理性计算了 就是这个门当户对啊 你怎么样 这样通过介绍 通过大量的这个信息对比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运用大数据进行 估计很快也会运用大数据 那百合网什么 这些网都是大数据 是吧 已经有了 dating啊 都是大数据 科学方法来找出 你匹配的人 所以从两个角度看了 一个角度我们觉得 那样可能是不是 一方面好像是经济理性的 极度的扩张 就把原来那种很自然的 那种爱的感觉给消灭掉了 这个我觉得是对的 但我觉得一个更切近的一个解释 可能是就是原来那个自信的消失 那你这种自信的消失是 其实后面也是自由意志的消失 你相信人的这种可能 对 但是我在想的就是说 怎么去面对它 应对它 最近也有研究 就是说提出一个有意思的假设 就这个圣女 圣女这个话语 和这个房地产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很难相信 就是说房地产 有意的去鼓励了这个圣女这个话语 但是你要从后果看 从客观的联系上看 我们可以说房地产产业 是圣女话语最大的赢家 对这个不结婚的圣女的这种高度的恐惧 逼着大家赶快结婚吧 那结婚最大的事情就是买房子吧 对吧 所以这个丈母娘 所以他们创造了某种意义上的建民一样的 就是啊 然后大家如果你要脱离建民 你就得买房子这样等等 所以所谓未来的丈母娘 是房地产的最大的推动者 所以这个是绕在一起的 那么最大的输家是谁 最大的输家首先是这个妇女本身 然后当然是说 我认为在精神意义上 所有的人都是输家 而且是一种被羞辱的感觉 对对对 道德上对不起父母 然后在价值上被社会羞辱 就是啊 就是说这个是 然后呢 那样下来以后 所有的人对这个生活的理解 就变得非常的单一化 所有的人在这个话语面前 就都变得非常的脆弱 我们怎么抵抗这件事情 我们怎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重建个人的意义 尊严 一个简单的例子 土著人 他不会说一头牛是一头牛 他认为一纯牛才是一个一 只有到近代社会 现代社会以后 你才觉得啊 我个人是一个unique 是独一无二的 要通过这个对独一无二性的追求 我才能够得到自己的尊严和自由 这个是一个相当相当新的一个想法 我个人的觉得 这个不是出路 个人的意义和尊严的出路不在于个人 一定是在于关系 没有一个天然的个人尊严的 没有那个东西在那里 你不能够去追求个人尊严 你还是要 帮助他们建构这个事情 对啊 一定是建构的 建构附近 重新去想这个关系 现在的好多这种连接是靠消费形态连接 比如说我是一起开mini cooper的 他们会形成某种联盟 他们也在创造自己的意义系统 但是好像弱连接变成现在世界普遍的方式 都是这种weak link no strong link 都很弱了 strong link就回到生物学了 生物变成strong link的一个方式 这个说得很好 说得很好 就是说他就没有中间这个层次 没有中间就是可以 你加入进去 但是你可以去协调 要去动员构建出来 对吧 要negotiate的那种东西就没有 对我觉得 就是我们这代人生 真的变得一个很大的一个 对我个人强硬感 就是我们一直以为 自己致力于创造一个中间社会 中间层 其实你说 你说中间是在国家和这个民间 对对对 那种社会 那个社会 包括你想那时候 从晚清开始 就是从你外公的父亲开始 那学生这就是 学生社会 他们认为是中间社会 要创造就是未来 我们一直认为 包括我们到90年代 要注射一期神话 然后到我们40多岁时候 突然被中间社会的形成 是不可能了 或者说甚至是 本来形成一些又消失了 重新变成两个极端 是马农的世界和马瓦腾的世界 对对对 改成马云吧 马云都被剪了 马农世界和马云的世界 马农与马云 对 对 对 这个中间的消失 就是附近的消失 对对 一样的一体 都联系在一起 联系在一起 联系在一起 一方面好像你要从 经济指标上看 好像是很繁华的 是是 因为你要从把社会理解为是一种消费行为啊 是种各种俱乐部啊 这个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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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在这个我们都 大家都会同意 从这个社会精神的层面上 这个中间是很弱的 非常弱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你提的这个问题简然不仅是中国的问题 全球 这个是很大程度是全球的问题 所以会有这种民粹主义 嗯 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不仅是 民粹主义一定是两个东西的结合 嗯 是精英主 民粹主义的背后都是精英主义 否则你没有纯粹的民粹主义的 民粹主义都是说一个精英分子 说他直接代表民众 对对 其实民粹主义的对立面是什么 是中间 所以需要介入 嗯 所以这个知识分子的 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 觉得很重要 但我觉得这个知识分子的作用都很重要 但是今天的一个一个一个重要性呢 呃是不一样 就需要需要介入 需要一些新的 哪怕是词语 嗯 一些说法给大家 那你觉得一个理想的一个知识分子的 他是什么样子呢 他是一个 要很在地 嗯 然后要要要要要有非常强的敏感性 嗯 对古典的东西 当然要熟悉 但是一定要画到这个现在的这个实践当中去啊 他的神经一定要是跟着这个现代的呃 这个时代去去去去去跳动的 嗯 你的出发点必须是现在的困惑 嗯 必须是大众的困惑 必须是最新的变化 嗯 你的出发点不能是说孔子说了什么 亚利斯多德说了什么 嗯 或者马克思说了什么 呃 孔子呃 说 当时说当时说的话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用不能这么问 但是你要问的说如果孔子活在今天掌握了所有这样的信息 像他这样的一个思考者他问的问题是什么 嗯 就现在四十几岁你你现在回头看你到底什么 你觉得你心中是什么样一种热情驱动力 嗯 要做这些东西 嗯 到底是什么 那种知识上的好奇 嗯 跟所有搞研究的人都一样 对 好奇心 都是 我第二个就是觉得你活着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活着 嗯 你在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环境下 嗯 你希望对你自己这个生存的环境能够有一些说法 嗯 我觉得如果你不能够有这样的说法 好像我不能够达到一个自我实现 好像真的就跟历史啊 跟这个周边就擦肩而过了 嗯 一方面你知道宇宙有多大 嗯 但另外一方面你知道 每个个体都应该有自己的声音 嗯 哪怕你再渺小 对 我就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Cause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ey As you fade aw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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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I bit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I'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三十年之后我们再做一期 这节目还能活吗 哈哈哈哈